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立场新闻及两名前总天辑 被判穿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名成立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提议 向以色列总理内阁的部分成员实施制裁 雪莉将会举行专家会议 应对禽流感病毒在澳洲的潜在爆发 大家好 今天是8月30日星期五 以下由许培恩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 香港已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母公司 及两名前总编辑 钟佩权林绍彤 被判穿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名成立 案件审讯接近两年 法官已押后至9月底判刑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形容 今次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手中涉及香港媒体煽动聚成的案件 案件受到香港及国际传媒高度关注 香港记者协会回应判决的时候表示 案件已经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 并在判决之前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英国外交发展部政务次官 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等等 也都对判决作出了批评 其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形容立场新闻案是对媒体自由的攻击 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声誉 但中国外交部驻港公主发言人就反驳指 西方在所谓新闻自由议题上 一贯秉持双重标准 形容西方社会经常将新闻自由作为政治工具 为反中乱港组织考研开脱 是肆意攻击特区法治和公正司法 今日新州环境厅长夏浦将会在雪梨 和一众专家举行会议 应对禽流感病毒的潜在爆发 在昨日的新州财案估算聆讯 夏浦对该病毒可能威胁到雪梨小企 我族群表示担忧 虽然H5N1病毒株尚未到达澳洲 但已经在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严重损害 导致北美数以万计的海炮和幼年海丝死亡 今次会议只在了解病毒的潜在影响 并制定策略来减轻流感到达澳洲海岸之后的影响 教育部长奇雅为政府将限制留学生人数 至新冠疫情前水平的这个计划进行了辩护 政府已经表示 打算在2025年将全国国际学生人数减少至27万人 教育界的倡导人士、代表和专家 都对政府的计划持怀疑态度 并表示这样做可能会损害澳洲的国际声誉 但奇雅向天空新闻表示 这样做将会有助于联邦政府识别 所有试图利用学生移民制度的人士 奇雅说他们需要确保这个制度 免受一些骗子试图利用并作出侵害 过去几年发生太多这样的事 他们必须保障社区支援 这个就是改革的目的 并确保以更好、更公平的方式进行改革 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大学从中获益 白血病基金会的研究发现 在澳洲对于来自偏远地区、原住民社区 移民背景和LGBTIQ+,性小众群体 癌症治疗是存在严重的歧视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族群在及时诊断癌症和接受最佳治疗方面都面临重大的障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基金会发起了Fairgo项目 只在消除这些差异 而白血病基金会研究主管 斯塔夫·雷斯基就强调 澳洲需要新的资源和研究项目 来确保癌症治疗并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 他说白血病基金会的Fairgo项目 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并提供资讯、支援和护理 和确保所有澳洲人都能够有资讯的样子去面对血癌 他又指Fairgo项目也都将会为医护人员提供资讯 以便支援并且帮助正是面对血癌的患者和家庭 在布里斯本,当局正是继续搜寻一名男子 该男子在当地一个公园将滚烫的咖啡 撥向一名婴儿,造成该名婴儿严重受伤 在星期二,这名九个月大的婴儿 在Helen Park的襲击当中,恋布和胸部被烫伤 目前已经接受手术,仍然留院但情况稳定 他的母亲表示他正在康复当中 他表示他很高兴见到他的小朋友看起上来 已经是恢复开心的模样 过去几天对他来说都非常难熬 警方在昨天发布了疑犯的加强图像 现在正是寻求公众的协助 而较早前,警方发布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 该名男子在襲击之后就逃离了现场 受害婴儿的父母呼吁公众协助寻获该名的疑犯 SBS电台新闻报道,接着转看国际消息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提议 已在加沙战争当中涉嫌侵犯人权的罪名 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湖内閣的部分成员实施制裁 博雷尔并没有透露实际名字 但他较早前,曾经批评以色列裁长贝斯·莫特·里奇 提出切断加沙人粮食的言论 博雷尔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说 虽然欧盟内部仍然有分歧 但他敦促各国要开始讨论制裁的措施 博雷尔说,以色列的一些极右翼成员 已经正式表明激进化的立场 而对他们来说,与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相比 加沙一直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 甚至可能对方根本就对作为以色列定居地的加沙人民本身莫不关心 也因为战火一旦平息 以色列就更加难以实现 他们有意向西岸进行殖民扩张的疫情 另一方面,乙军在进行近几个月来 针对约旦河西岸的其中一次最大规模军事突击行动期间 击毙5名巨布躲藏在陶纳海尔武清真寺内的巴勒斯坦武装部队成员 在当地星期三早上开始的多个突击行动 目前仍在进行当中 数百名以色列士兵在直升机、无人机和装甲机的支援下 向陶纳海尔武、杰宁和约旦河谷部分地区发动攻击 期间,加沙和西岸的主要其中一个电信网络完全中断 巴勒斯坦卫生当局报告称 至少有12名巴勒斯坦人在今次行动中上升 另外,以军在加沙中部的奴塞拉特向一栋住宅进行空袭 亦导致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今天是东帝民脱离印尼控制独立25周年纪念日 东帝民当年的独立进程是在联合国领导的全民公投当中落实 但事后,由军方支援并由当地民兵领导的报复行动 就令到至少1400名平民丧生 为确保东帝民获得解放 澳洲也在当年的违和行动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迪肯大学名誉教授金斯伯利就认为 澳洲当年参与有关行动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安排 金斯伯利说 印尼军队和他们所支援的民兵 在当地造成的暴力和破坏 确实一度占有优势 事态也使澳洲民众进行大规模抗议 使总理何华德和政府受押 并在几个星期之后 在不情不远的情况下 同意派遣澳洲军队支援联合国的行动 金斯伯利强调 何华德当时的派兵决定 实际只是外于美国的压力 何锦丽在民主党提名他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之后 首次接受主流新闻机构的访问 为他个人在政策上转向中间派辩护 并表示如果当选 他可能会提名一名共和党成员加入内阁 他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巴什表示 他的政策观点和决策当中 最重要和明显的一点是 他的价值观并无改变 由何锦丽在2020年竞选总统开始 直到他接任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以及面对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期间 他在某些议题上更偏向中间派 美国总统大选将会在11月5日举行 美国中央情报局表示 他们的情报协助奥地利警方成功阻止了 一个针对美国歌手Taylor Swift 在维也纳演唱会的襲击计划 襲击计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 意图使用利器和自制炸药 杀害素以万计的歌迷 主要疑犯是一名19岁的奥地利男子 奥地利当局在8月6日至8日期间 逮捕了他和另外两人 并立即取消了演唱会 中央情报局表示 美国情报机关的介入 对于阻止这场集击是至关重要 体育消息 2024年巴黎残奥会澳洲榮首加拉格尔 在男子50公尺自由式S10赛事 为澳洲赢得首枚金牌 今次也是现年25岁的加拉格尔 在职业生涯当中的首面个人金牌 他的澳洲队友克罗塞斯 也在赛事当中获得铜牌 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员成分股指数 收市8045点下跌26点 总成交38亿元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较早前收市41335点上升243点 恒生指数昨日收市 17786点上升93点 上证综合指数 昨日收市2823点下跌14点 外汇市场方面 澳元对美元0.6798 对港元5.3007 对人民币4.8257 接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雪梨大风逐渐转弱 及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9度 墨尔本驹雨渐散19度 布里斯本阳光普照32度 帕斯有一两阵骤雨19度 亚德雷德有骤雨及大风18度 河北特大雨之后转为骤雨14度 坎培拉间中密还19度 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 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 立刻紧贴SBS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专专业吧 我们下期再见